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的 我是师范生 教育是我的使命 呈现取后 既往开来 这八个字实实在变成这个 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教育是一个良心的工作 作为一位教师 除了课业上的一种传授之外 世上最重要的是学生品德的陶冶 在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必须要让学生了解 哪些行为 哪些观念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让他们学会如何争取到自己的荣誉感 责任心跟团队的精神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品德的一种陶冶 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 黄老师在教育以及环保工作上 付出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 而他的努力并没有百费 并且得到学校的肯定 我刚接卫生组长的时候 我们校园里四处都是涂鸦 因为学生有很多想法没有办法发泄 我接了卫生组长之后 利用下午的时间 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前校的涂鸦清除掉 我在清除涂鸦的时候 很多先生会跑过来要帮忙 最令我感动的是 我把前校的涂鸦清理完毕以后 一直到我离开为止 这整整的七年 我们校园里面再看不到任何一个涂鸦 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 我了解到深教其实比眼教还要来得重要 来得有效果 往往师出的教书 他更是热衷于环境卫生教育和环保教育这方面之时 不仅如此 他积极推动资源回收 垃圾减量 设立资源回收站等 他的执着 坚持 认真 努力的态度 给全校师生上了环保教育重要的一课 王老师在环保教育工作里 投入了无数的心思和精力 他不仅因此获得了许多奖项 他更是同学们心目中的环保大师 教学上面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现在的学生外界的诱营太大 如何能够让他们抵抗外界的诱营 抗击外界的诱营 定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在那么多大学的活动当中 就让我们一项乘客是 王老师那时候带着我们一批出山的学生 大高师古代学找孝敬成本 我觉得王老师在我心目中是我小巨人 但是他还说两句话态度决定高度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从他身上真的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 老师我想跟你讲 教授那么多年不出了那么多 辛苦了 我们出山那年你很辛苦 你不给我们参加篮球班级赛 然后很多人骂你 可是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 为了让我们更专注在合唱赛上面 除了课堂上东西以外 我们在校庭的时候积极努力为学校奉献 他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的活教可以传承下去 影响我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大考大完小考小完不考不完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临时报复的奖 是否有多年辛苦你了 好好照顾自己健康 我可自已啊 他不只是我老师 还是我心目中有一个 标杆学习的教养 这时候我想跟黄老师讲一句 谢谢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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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老师